所以不能接受的 所以不能接受 剛剛這種色情梗 其實我這邊接到蠻多的耶 之前剛開始出來翻白眼嘛 然後很多人會拿我翻白眼那樣的照片 去配一個什麼按摩棒啊 或者是配一個就是色情玩具 對 所以這種就是我就是一律告 要爭取立委 那妳這樣子時間上會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不會 就是呢 反正24小時一天每個人都一樣 所以呢 我就是 比如說我跟他們約是 6點到9點的時間去練習 然後呢大概9點多左右趕回來 10點到11點半是我個人的直播 然後呢上午是在議會裡面 詞勳跟問證 我時間都排好了 所以時間當然是很敢沒有做 但是我就是希望 把24小時全部排好排滿 演戲比較難還是集圈比較難 演戲比較難 今天第一次 我們今天第一次跳舞啊 就是從來沒有跳舞的經驗 上一次只有在那個 卸龍界的那個場然後跳那個愛你 然後就練了自己默默沒有老師 然後就看那個什麼抖音吧 然後練了大概就是一個下午 然後也沒什麼用 那跳還是滿爛的 有被嫌棄或知情嗎 有 因為我就是一個同手同腳的人 不是一個同手同腳的人 所以上次我跳愛你的時候 然後也一度就差很轉圈圈的時候 差很跌倒 過年前就在調整就有去 就是他們來找我的那一天 我就跟他說 一切都好 時間也沒有問題 我要擠都能夠擠得出來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我太胖了 所以我從過年前跟他們講 這件事之後 整 包括整個過年期間 然後到現在我都是以沙拉為主 然後呢一天兩餐 然後呢澱粉少吃 然後一個禮拜四次以上的重訓 這受了多少 其實體重還好 但是體脂少了大概三四趴以上 期望六月要受到哪個數字 第一個就是腹肌的部分 就我覺得是一定要給電出來 現在是要很進才能看得到 但是下一次是希望六月嘛 然後在舞台 跟我們距離那麼遠的觀眾 他們也能夠感受到 用化的 對 如果到時候弄不出來的話 這也是一招 這不能接受的 這不能接受 剛剛這種色情梗 其實我這邊接到蠻多的 因為像我之前剛開始出來翻白眼嘛 然後很多人會拿我翻白眼那樣的照片 去配一個什麼按摩棒啊 或者是配一個就是色情碗 然後用來就是恥笑我這樣子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滿不能接受 當然就是我也陸續告了幾個人 然後覺得喔 就是但他們不會停手 他們會換一個帳號 然後繼續進行這樣的行為 所以這種就是對於女性 尤其是我們在座都是 很多時候是女性 就是對女性政治人物的這種攻擊 是特別明顯的 他們都會用這種色情 可能他們就覺得羞辱你有用 對 那這種時候通常我也不會罷手 就是從你的身材啊 然後臉蛋 全部都批評一遍的這種 還有就是 整天就是說什麼 好想什麼 舔你哪裡啊 想要摸你哪裡 這種超多的 對 所以這種就是我就是一律告 我跟曉欣的做法比較像 就是對這種人就不用心軟 就是他想要藉此來羞辱 你就不要讓他羞辱 這台以前其實有真的喜歡的人嗎 有欸 天啊你換了我 我真的有欸 是誰 早安少女 哇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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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美系的那種 就是我國中很喜歡欸 但是進圈子都沒有機會了 我好像沒有想要成為他們 可是我很喜歡 就是我好像內心真的有一個大叔混 就是 他剛剛都講大叔混 對對對 我就是會很喜歡看 我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會 就是黛黛幕公園都會有 表演 然後我有時候 我有去看過一次 然後因為在 他們在澀谷也會有一些表演 然後我也會去拍 這樣子 小粉絲 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其實是 第一個是也滿有壓力 然後他要維持那個形象 就是我覺得 我其實 我沒有辦法想像那個東西 所以 對對對 所以我對他們是一種 哇覺得好厲害喔 他們怎麼可以 永遠保持笑容 然後看到每一個人 都可以充滿活力 這樣子 我覺得很厲害